月光色女子香 泪断肩年轻多长 有多痛无自相 忘了你有 孤单魂随风荡 谁去想要痴情郎 这红尘的战场 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 过情关 谁敢闯 忘命 心悲凉 千古恨 轮回尝 一场眼一闭 谁最狂 这世道的无常 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 睡着 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当你的眼睛一直看着天空 永远不要忘记 你的脚始终沾着尘土 为什么 你忘了我的名字 乌鸦总是追随着死亡 所以今天的任务目标就是我 没错 是姬无业的命令 我们从小接受的训练 就是只接受一个人的命令 你要杀我 我们接受的另一个训练 就是命令必须被执行 有些地方 是我们不能越过的无形的线 我提醒过你 但是你太任性了 如果这样说 可以让你在杀了我之后 不会太过内疚 我愿意接受这个理由 笨蛋 为了阙格上莫名其妙多出来的那一架琴 已经有七个人丢掉了性命 他们的死为什么 他们的死 谁会觉得内疚 你从来都不听劝 你一直都这么任性 他们的死 应该负责的人 是下令处死他们的人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愤怒 你不会懂的 其实你很清楚 他们的死 根本没有任何人内疚 也没有任何人牵挂 更没有任何人在乎 因为 我们跟他们一样 你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 我曾经听过一首曲子 讲的是一只离群的小鸟 在寻找自己的伙伴 它飞了很久 但始终没有找到 它终于很累很累了 停留在一座空荡的山谷里 虽然它有翅膀 但是面对着广阔的天空 它不知道要往哪里飞 你这么做 都是为了弄欲 也许 同样身处牢笼中 在它身上 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你走吧 你的任务怎么办 我们都要开始逃亡了 我们都很清楚 寄物业的手段 你有把握吗 我们俩 谁的轻功更好 什么意思 你没听说过吗 两个好朋友 遇到了一头猛兽 于是其中一个 立刻开始换上轻便的鞋 另一个问他 你换鞋也跑不过猛兽啊 那人回答 我只要跑得过你 就可以了 我以后一定会比你更快 从我们违抗鞋无业的 这一刻开始 死亡就开始逼近 没有以后 你现在就要成长 你要变得更快 快到可以逃离死亡 懂吗 那么后会有期吧 我们不一起吗 我们必须分开 这样 他们才无法 集中力量来追杀 有着翅膀 面对天空 却不知道该往哪里飞翔 只有最笨的鸟 才会这样吧 滚 你 - 啊 走过路过别错过 来点什么吧 走过路过别错过了 走过路过别错过了 走呀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来告别的 你要走 是你要走了 今天日落之前 你就会离开这座雀阁 你已经知道了 从离进雀阁的第一晚 我已经知道了 事实上 雀阁上的明灯每一次被点亮 都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 只是每一次的人不同 唯一相同的 就是他们都很年轻 美丽 所以这盏明灯下的他们 对你来说都一样 对吗 对我而言是否一样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 这些从来都不是属于我的世界 那 你都会为他们送行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为什么 因为我也要走了 你要去哪里 面对广阔的天空 可以四处飞翔 有太多的可能 可以明确的 一定不是这里 你过来 就是要告诉我这些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你会怎么选择 我的选择 你觉得自己没有选择 我听说很多人 把这里称为金丝龙 这座雀 这座雀阁 无论它外表多么美丽 它实际上 是一座深不见底的牢笼 一个男人同志的世界里 身为女人 你觉得我能有什么样的选择 身在牢笼之中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继续待在里面 也可以选择离开 如果我告诉你 我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呢 为什么 对有些人来说 他的命运就是一座牢笼 只要活着 无论身处何方 都始终无法脱离 我很难相信 一个能够奏出空山鸟语 如此乐趣的人 会说出这样的话 也许 你没有认真听 永远走不出去的 只有一种牢笼 就是在你心里的那一座 空山鸟语 真正想说的是 无论命运把我带往何方 我的心 却永远是自由的 我不明白 你刚才就说过了 这盏明灯下的他们 原本与你 就是属于两个 完全不同的世界 你怎么会明白呢 我原以为 忘了我吧 当你自由飞翔的时候 你会忘了这一切 日落之时将近 你该走了 空山鸟语 我认真听了 我听懂了 你刚才说的话 我一句也不相信 我一句也不相信 你竟然来了 何不显身一见 能够察觉到我的存在 可相当不简单 弄玉姑娘 墨鸭大人 你知道我 将军府的大红人 将军的左膀右臂 弄玉想不知道都难 看来进将军府之前 你下了不少功夫 墨鸭大人 觉得我今天的妆容 可以打几分 原来那次的对话 你都听到了 几分吗 我听人说 十分的美丽 可能意味着十分危险 你的分数 应该由将军来定 我只是一个寻业人 那 墨鸭大人 怎么到我屋子里来 巡逻了 因为 有贼人混入 哦 难道我屋里有贼人 既然是贼 藏在任何地方 都有可能 可有什么发现 它 藏得比较深 你在明处 对方在暗处 那墨鸭大人 岂不是很危险 有时候 可能暗处的人 更危险 因为太暗 会辨不清方向 哦 辨不清方向的贼 那肯定是个笨贼 墨鸭大人 又有何虑 真正可怕的 就是这样的笨贼 因为不自量力 惹出多大的祸 都未可知 非但会断送自己的信念 可能还会连累别人 是啊 所以墨鸭大人 更要离那贼远一些才好 弄玉姑娘弹奏的 一首无心之曲 竟惹得将军 非要除掉自己的左膀右臂 今晚应该是风花雪月 墨鸭大人说这些 岂不是大煞风景 的确煞风景 农玉姑娘说得对 那就罚你帮我戴上这头簪 否则 否则如何 否则我就在将军面前 告你一状 看来我没法拒绝了 你当然不能拒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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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怀绝技 却甘愿身处陷阱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要告诉将军 墨鸭大人欺负我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正目的 或许会更感兴趣 你打算告诉他 为什么不呢 一个不执行命令的下属 你觉得 他会相信你吗 你身处雀阁之中 外面的事情 知道的还真不少 我的确做了不少功课 我劝你一句 尽早放弃 你既然已经选择了违抗他的命令 又为什么要阻止我 你以为我是为了保护姬无业 不是吗 姬无业的实力 远比你想象的要可怕很多 你完全不了解将要面对的危险 我很清楚 我相信你一定有足够的理由来做这件事 但是外面有广阔的天空 你现在还有机会离开 你的琴声不应该消失 白凤爷已经决定去寻找自己的方向 我相信他会找到的 他会忘了这一切 包括我 我本就不该留在任何人的记忆中 听说你秦义超人的 一曲弹奏能引来千鸟汇聚的奇迹 今晚本将军想亲眼一见 弄欲有信 愿为将军献奏一曲 好 你就用那家古琴为我弹奏一曲吧 是 是 2 3 1 1 1 2 2 2 3 1 1 2 2 2 1 2 2 这样你也可以弹奏 弹奏乐曲分为两种 一种是琴弦之曲 一种是心弦之曲 我为将军演奏的 就是这心弦之曲 心弦之曲 琴弦弹奏的曲子 每个人都能听到 心弦弹奏的曲子 只有至情至性的人 才能听到 好 我倒要听听看 你所谓的心弦 我倒要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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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难道这就是 你活些吗 这我会发现 我一定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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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gers 莫非她真的听到了新鲜之曲 还有一首曲子写的是一种最特别的鸟 它是白鸟之手 但是在它的生命之路上 必须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 当它历经磨难 奋力冲破死亡的绝境 它将获得新生 将军 情因可还入耳 你用这种把戏戏弄本将军 是嫌自己的命 太长了吗 姬无业的武功远在你我之上 不要轻举妄动 将军赐我这断弦之琴 自然是要听非常之曲 臣妾怎敢愚弄将军 将军不信可看看大殿四周 将军现在已经看到了千鸟汇聚的奇景 还觉得是弄玉在愚弄将军吗 莫非这些鸟真能听到什么新弦之曲 据说乌鸦是死亡的使者 你用新演奏的曲子 为什么吸引来的是这些代表死亡的乌鸦 这曲中满含着死亡的绝权 弄于它怎么会弹奏出这样的新弦之曲 将军可听说过凤凰这种白鸟之王 他浴火重生 将获得更辉煌的生命 这就是我曲中的心意 这是弄玉送给将军的惊喜 之前就有人说 你不同于一般的雍之俗粉 果不其然 好 本将军就喜欢你这样的女人 美人善故琴瑟 再为本将军弹奏一曲 春宵最如何 将军真的想听 急不可耐 好吃吧 将军请少 春宵苦短 你这一醉 恐怕再也醒不过来 碧 MC 像军 Chr previously Flexible 非常 едет 笑 愿意 nos 结束 世界 年轻 小船 请为我隐藏一处的泪花 分来的突然留一笔悲伤 想爱 伴去不想不想 我多想 我多想 斩断你 淡淡的发伤 带着眷恋和探望 梦太晚 花太香 感觉你 跳动了胸膛 是梦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